現在在過磅 每一個人都是75公斤 不能低於75公斤 低於75公斤要加秒 對 五十八 這是一個非常公平的制度 現在比老師要幫我們 幫蹭 完全安穩的過 七八三 七八三 直接穩穩的過 哇 你慘了 五九 我在想辦法 這個賽道 這麼漂亮 美麗 這就是等一下比賽要用的車子 而且你看 這一次賽事單位很用心 有沒有 他前輪還換新的 有沒有 這個洞有沒有很深 對吧 看得到吧 有有有 你看看 洞很深對不對 對吧 這樣等一下前輪會 比較有抓地力 開起來會比較OK 你看 很用心的 一場比賽 只要有這種比賽 我們都是要好好大力支持 對不對 來 不會啦 不會啦 不會掉 哇 我要錄影群 成正段 等一下 有啦 天海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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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群 好 各位很開心的來到我們這邊參加K1獎金挑戰賽 我們有一些活動規則 第一 當你的體重 補滿75公斤的 往下遞減每5公斤 加0.1秒 等一下決賽的時候 跟你預賽的成績是倒敘發車 那我們全部都是踩動態起跑 重複一次 全部都是踩動態起跑 這樣子有沒有什麼問題還是不同的 我用 一到 蛤 然後我們這邊啊 先抽 預賽 跟決賽的車套 等一下我們的比賽 輪胎 是跟著車手走 什麼要跟著車手走 一號車 比如說是簡改正開的 那決賽 比如說抽到九號車 這時候你一號車的輪胎 我們會移到九號車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來抽一下車號 哇 九號 哇 OK 我覺得你很棒 嗯 他說你很棒 六 好那我先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五進 那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 欸這個我要推薦一下 他有開個頻道叫 Jimmy很懂開 一定要看 台灣賽車第一人 連我看 我都獲得很多 講時代話 你一定要看 這個真的是懂開的 他撐第一 沒人敢撐第二 也不是啦 我直接撐他第一 真的 大家一定都是非常佩服他 記得 Jimmy很懂開 要把他打在這裡 追蹤 如果你要開卡丁車 你不追蹤他 你不用學 進步比較慢 進步比較慢 對對對 Jimmy很懂開 讚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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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